北京2022年冬奥会圆满闭幕 这两天三个冬奥村里上演着离别的一幕幕 21号北京冬奥村的各国代表团成员大部分已经离村 北京冬奥村准备了搭巴车和行李货车 保障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快捷抵达首都国际机场 目前北京冬奥村的离村高峰已顺利度过 按照计划22号后各国代表团成员基本离村离境 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冬奥村将向冬残奥村转换 接下来去张家口冬奥村看一看那里冬残奥村的筹备和转换情况 在张家口冬奥村记者看到 来自各国的运动员都在陆续携带行李离开 据了解本届冬奥会张家口冬奥村 共接待了2300多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 即使目前已经有1900多名返程回国 张家口冬奥村还有400多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没有离开 那么到23号所有的运动员都会离开张家口冬奥村 那么接着呢我们要转入紧张的禅奥会的筹办工作来 在张家口冬奥村部分建筑已经张贴上了冬残奥会的标志 而在村口的临时建筑中将开设甲之轮椅维修中心 为冬残奥会运动员服务 甲之轮椅维修中心呢23号就会启用 这是这个更方便运动员甲之轮椅的维修考虑的 除了硬件转换以外张家口冬奥村运行团队还在进行冬残奥会保障的培训 保证以两个冬奥同样精彩的标准开展冬残奥会的服务工作 我们要给东残奥的运动员以个性化的服务 人文的关怀 而且服务的恰到好处 东残奥呢是23号与开村 25号正式开村 我们会张家口冬奥村会迎接700多名运动员和随理官员的到来 我们会张家口冬奥村运行